来,听一下啊 哈喽 哈喽 你好,我是程璐啊 你好,我是小贵 你好,我是黄建祥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介绍一下,我是做客服的 哦,你好,你好 那我们现在该按几 然后可以继续跟你通话 你讲吧 好,你直接按个字就可以了 你按任意键 任意键,你讲 好,就这样子 就是我很想吐槽我们领导的一个事情 哦,太好了 之前啊,就心情本来就不好 然后我们领导这边 时间管理大法非常的好 管理我们管理到秒 心情本来就不好 还要受领导 时间管理到精确到秒 挺押韵的 担押了 然后因为这个领导已经走了 我现在回忆一下 就是我们上厕所 不能够去超过十分钟 一旦超过十分钟 就会安排到我们 安天值班管理我们的人旁边 爱着坐 如果有任何问题 就继续报备给他 是谁卡这个时间啊 是你们厕所上面有计时器啊 有啊,从你坐上那一刻就开始计时 到计时 我们接热线是有系统的 就像这个电话一样 拿进来 对,有时间嘛 每天我们接电话的这个数据 都会导出来 几分几秒再接电话 几分几秒 没有接电话 接电话超过这个十分钟 或者超过几分钟的一个时间 它就会发下来 发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 让我们解释 为什么 这几分钟干什么 哇,这也 那他走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放鞭炮来着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 他这时之后嘛 因为我是那种 很不服从管理的嘛 然后我就不愿意去跟他说 为什么我拉个时间在干什么 然后他就专门给我做了一张表 然后够我的继续 后来他这个时间 很多人不报给他嘛 他就专门去那种 他不喜欢的人面前 数着他的表 然后就在那里站着 等到那个人回来 天哪 然后告诉他 你离开了多少分钟 我的天 人工秒表 哇,真的好妙哦 他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做 他就是负责专业管理你们 计时给你们 他专业管我们 他只是一个计时器而已 没有感情 也没有人情味 所以我要祝贺你 你把他给熬走了 你还在 你很棒 所以现在等于你们 还计时吗 还是不计了 现在我们领导换了吗 就不用这样了 对,就轻松多了 恭喜你 但是我们之前 那个领导变态到什么程度 他计时就算了 他孩子不好了 家人都没在 就只有我们同事在这边 然后临时打电话 让我们同事走 结果我们那个领导说的 你先把工作做完 孩子可以等你下去去 问题是人家孩子都发烧了 爸爸妈妈爷爷来来 都不在这里 哎呦 这还缺乏人性 这个有点有点 没有人情味了 真的没有 对,太过分了 这个 这个违反劳动法吧 这个应该不违法 他就是不 不合情理 对 他给了条件 然后说你找得到人 帮你上班 那你就可以走 那你是上班 哪里去走 这种谁还没有个急事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之前怀孕的时候 也是被他领导针对过的 就是怀孕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男领导 在我头那里 女领导 老天爷女领导 自己淋过雨 就要把别人的伞丢掉 那不你可真会说呢 他这个是 他这个是叫 PTSD 创伤后应急综合症 这个太过分了 那你现在正常 你就日常工作 是一直打电话吗 接电话 一直接电话嘛 然后就像跟你们接电话一样 等一下抱电话 就得按一样 我们按三个一 我们三个都按 好吧 按一 对对 这样子我的反应度高一些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不客气 恭喜你换了领导 创伤就是之前那个BB皮甲 把伞丢掉都拉上去 他开心了 他笑了 他都开始跟他们讲段子了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好 拜拜 拜拜 还有呢 有个请求 因为我这个声音 就在我们客户里面 非常非常的粗粗 就是一听就是我 麻烦你们后期 如果要播 就去调一调一下 好的 放心好了 我们会保护你们的 拜拜 跟你工作顺利 好 你也是哦 拜拜 听他讲话的语速和这声音啊 他其实是个比较开朗的人 对 而且他很 其实很专业 讲话没有多少废话 嗯 客服确实非常 我做过其实一个 类似这样的工作 嗯 最早 就是要处理邮件 啊 就是邮件没有回 他就会 明白 标标出来 然后也是要接电话 三声不响 会转给其他同事 啊 明白 他会记录你 没接 多少电话 就是 他有个管理系统 对啊 挺难的 干什么都不容易 我相信还有很多观众 有很多的吐槽 没有宣泄啊 也欢迎大家通过小程序 社群 微博 视频号 多种渠道 关注并报名我们的节目 热情